我对不起 妈妈一定会坚强起来的 就算全世界都背起我 我只要有你就够了 宝宝 谢谢你 是你让我又活下去的勇气 你别喝了 喝这么多酒干吗呀 刚发完离婚声明 我再给你加一复告啊 对了 锦衣回北京了 赏我送的她 哭了一路 说你对考人太狠了 自己到手的幸福自己砸了 我听了黄忠说的大致的意思 但是我真不相信 她跟齐树里之间有这层关系 咱就不说考人的人品了 咱就说齐树里 我对她真的没有好印象 但是毕竟人身份在哪儿 不低呀 就算是他们俩真有这层关系 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 她能让你把考儿娶了吗 是啊 我也不该说这么多 但是真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 你智商也不低呀 情商怎么是零了 甚至到复数 这回你可能冤枉考儿了 不管怎么证 你也不能在婚礼现场 宣读这离婚声明吧 这么多记者 这么多亲朋好友 这第二天 那全都登出来了 你想过考儿以后怎么做人吗 我那天真是崩溃了 我那天真是崩溃了 你这人做事啊 从来都不想后果 你就这么对考儿 你想过他以后怎么对你吗 他的性格你应该最了解吧 他会不会拿刀捅死你啊 他最好一刀捅死我 让我一刀捅死你 就怕他呀 不一刀捅死你 一刀一刀割死你 你等着吧 我有预感 考儿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 我一刀捅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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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儿 这是离婚协议书看一下吧 葛墨池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 他会让律师补进去 墨池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上他 这还是律师让我把协议书交给你的 传达葛墨池的意思 在孩子周岁以前只能分居 所以他会回北京 等孩子过了普鲁齐以后 再办理正式的离婚手续 你满意了吧 调拨我跟他的关系 你能闹什么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睁眼说笑话的本事都见诚了 我跟谁去的相似商 看刘欣云最清楚 你却故意说是齐树里带我去的 葛墨池要不是收这次情 他不会在婚礼上给我谈看 是你自己记错吗 关我什么事啊 你跟齐树里本来就有一腿 你肚子里边孩子是齐树里的 所以耿目吃才不要你 走 对 你 走吧 都是见不得你好 来来来来 来 进来进来 你看看 你还没走啊 东西收拾好了 来来 走 看看这边来 来 你们看看 这是厨房 什么都有 这菜市场 过马路就是 生物特别方便 来 你再看看 这卫生间 什么都有 你呀 淋包酒能入住 这不是挺不错的 有点小吧 这还小啊 这房子使用面积还五十平米呢 你看看戈壁老王 那是一间三代五口 不才住六十平米吗 你过来看看这 你看这窗户的阳光多么充足啊 你看 你看这 这 你看这阳光 你看 都照人 可我觉得这是个老楼 然后刚才看厕所还漏水呢 亲爱的 咱也就暂时先住这儿 等咱攒够了这个首付的费用 咱就买个新房好不好 等你说买房都猴年马月了 快了 就两年 再人两年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买个超大的房子 真的吗 真的 祝你好运 我还以为这辈子 你都不会再见我了 孩子 到底是不是我的 你既然能问出这样的话 好像我说什么 都没有意义了吧 我想 听你亲口告诉我 好 我承认 孩子不是你的 我怎么可能跟你生孩子呢 你有那么严重的心脏病 万一遗传给孩子 可怎么得了 你明明知道坏了他的孩子 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我当一嫁给你的时候 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等我从北京回到新城才发现 我好几次想要跟你说 但总开不了口 后来就想着 索性等孩子生下来以后 再给你摊牌 否则你很有可能 会逼我拿掉这个孩子 是个无耻的 是啊 我是无耻 我要不无耻的话 当年我老公尸骨胃寒的时候 我也不会跟你回婚 咱俩是一个祸色 可莫迟 就算我有错在先 我也不会哭着喊着 求你原谅求你回到我身边 那不是我白考而会做的事 所以 闲话就不说了 我们继续谈离婚的事吧 你想怎么谈 孩子的事还没谈完呢 我知道你身份特殊是名人 既使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对外 我也会保佑你的颜面 所以对媒体 我会说你是孩子的父亲 这天你没意见吧 继续 既然孩子是你的 那你就得负责了 离婚的事还是按照 你律师之前的建议 等我哺乳期结束之后 再做正式的离婚手续 毕竟 在妻子孕期 离婚可不是件光彩的事 你看 处处为你着想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着想 不谢 还有上涯费 多的我也不要 我就要你身家的一半 你看可以吗 明明你是郭错芳 敲我一半的身家 够可以的 我是郭错芳 你有证据吗 现在孩子还没生起来 还不能做亲子鉴定 如果你能拿到 我对你不忠的证据 捉戒也好 偷拍也好 只要你能拿到这样的证据 你一分钱我都不会要 我尽身处 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就多少了 柯儿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有爱过我吗 不是混淆的爱是清清楚楚的 心里知道爱的是我 你有过吗 如果有 别说一半身家 全部身家为人 爱你 我记忆终是爱过你 可现在 你连婚礼都取消了 我还能再爱你 你可以死心了 我真想让你一刀捅死我了 你在婚礼上给我那样的羞怒 我怎么可能一刀捅死你呢 我会千刀万刀地训斥你 让你生不如死 我败靠而不是那么好欺负她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啊 不过还有一件事关于米兰的 既然你要跟我分居 那你也就不能照顾我了 所以你把米兰派给我 当我的贴身助理 二十四小时随教随到我那种 你看可以吗 你说什么都可以 谢谢 谢谢 莫迟 怎么了 好 好 可莫迟 可莫迟 你明天不去求助就怀疑我 我在你眼里算个什么东西 我这么爱你 我做错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你这么不留啊 我做错了 你个混蛋 看到我就不爽是吧 很好 你以后每天都能看到我 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 如果你做不下去了 随时都可以找梗墨去递交辞成 反正你的工资是他服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孕妇不能喝咖啡啊 换一杯 我 好了 考二 别跟他置气 小心动了胎气 我不过是想让他说一句道歉而已 说句对不起为辞 他都把我看成这样了 还跟我讲 我真不知道他的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 考二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我想我应该跟你说 什么事 你知道为什么米兰能出来罗昊去坐牢吗 为什么 因为米兰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罗昊身上 说是罗昊让他这么干的 那罗昊有死心眼 承认是自己干的 所以就 你说 米兰做假狗狗 罗昊的证词跟米兰说得正好能对上 假的也变成真的了 考二 都怪我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如果你要是早知道米兰会变成这样 我想你也不会把他介绍给耿墨池当助理的 对不起 不关你的事 你跟耿墨池的误会 为什么不解释呢 解释 嗯 我才知道对我的怀疑不是一天两天的 我跟他解释或者否认 他就会信吗 只能先这样了 至少他误会的话 我还有机会失联这个孩子 如果他知道孩子有心脏病 是不会让我生的 你是想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你可得想清楚啊 你可得想清楚啊 有些内境心脏病的孩子 生下来很难养的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孩子他爸也有钱 我可以让他接受最好的治疗 我也可以辞掉工作专间地照顾他 亦臣 我舍不得这个孩子 如果命中注定我会失去口磨池 至少我还有这个孩子 我会失去口磨池 我会失去口磨池 你让我怎么忍心把它拿掉 我明白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你知道吗 单亲妈妈 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 只要孩子生下来 就能做亲自检定 到时候可莫只想不认得不行 他也不能把孩子听回到我肚子里 孩子是他的 孩子都跟我听话 原来你是这么大子 林志昂 等会儿陪我去逛街吧 我想给爸爸买一些婴儿用品 今天不行 我一会儿还得回公司 下次 那好吧 你跟我去 帮我拿东西 我还约了一些记者 说不定有你的熟人 记者 我莫直不是一向低调吗 他最讨厌自己的私生活被曝光 我是他太太 我得帮他跟媒体处理好关系 这样好 我说过 这次我不会轻饶他 我说过去 这个 你好 欢迎光临SKP 你好 你好 真是太可爱了 哎呀 真是太可爱了 来 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不管了 先都拿着吧 来 我先去 我吃 我看就算了吧 这样弄下去 一定会两败俱伤 那天你从亚兰居出来 你没吓死我 医生让你住院 你说你非得回家 何苦呢 昨天 我给之前帮我看病的 北京的一个医生打电话 问他 如果我有了孩子 他健康的几率有多少 医生怎么说 他说 从家族遗传的状况来分析 我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的几率 非常的低 所以 万幸百可儿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的 如果是我的 也应该遗传了心脏病 我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孩子 生出来的 我吃 你 你真认为考儿肚子里孩子 是棋树里的 这是白考儿亲口告诉我的 你们这点事 还真是说不清楚 葛老师 这是刚刚日识总部 确认过的 政府全球询宴启发案 你看一下 明文 考儿逛街是你赔的吧 这么多记者在场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他要干的事 谁能拦得住呢 郭老师 他让我告诉你 让你每个礼拜 最少陪他吃一次饭 逛一次街 然后陪他上培训课 米兰 你知道 你嘴里说的她她是谁吗 那是我太太 是你的闺蜜 你连她名字都不愿意叫吗 我付你工钱 不是为了从你嘴里 听到她她她的 要不是考儿的话 你现在还试着夜呢 别让我再听到这样的话 否则你给我滚蛋 对不起 我 出去 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 还挺护着她 我现在弄不明白 你到底对考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她是我老婆 我可以跟她吵 但是别人不能说她半个不赦 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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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儿让你陪她逛街 吃饭 怎么办 能不去吗 回头她再叫来记者 指不定胡说八道什么呢 味道不错 很喝我的胃口 你不吃啊 我接近 经常饿 每天吃好几顿 还老是饿 夜里经常找东西吃 医生说我不能老吃素 这样宝宝得不到全面的营养 所以我一开始吃吃肉啊 我觉得味道也不错 但是我多喝烤 beg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 내 맨날 那我可没形象 那我没必要装俗语吧 真奇怪啊 我怎么觉得我来过这儿呢 环境真不错 这么好的地方你应该早也带我来 够吗 不够再加点 够啊 我像坦白的 反正我们迟早会离婚 这么美好的画面有人记下来 将来我看这些报纸的时候 我会感激你的 感激我 感激你至少对我好过 将来宝宝看这些照片 他会知道爸爸妈妈是相爱的 他是爱情的结晶 不是那种 爱情的结晶 爱情的结晶 不用注意这两个字 即使是欺骗性的 我也得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想象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维持现状的原因 我不想孩子将来受歧视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名正言顺地来在这世上的 你这么做让他的生父亲和一看 难道他就不能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吗 为什么非要让我做这个冤大头 可莫生那个白痴 真正的冤大头是奇数理 你还要听我说实话吗 你离开我三年 这三年有太多可能了 即使我嫁给他也不稀奇吧 像我这种没心没肺的女人 从来不会掉死在一棵树上 那你怎么没有嫁给他 我不爱他呀 你怎么没有嫁给他 虽然他很照顾我 我也很依赖他 但不爱就是不爱 他也知道 而且就算我嫁给他 如果我在北京遇到你 我还是会选择你 不管是罹患是私奔 我肯定要选择你的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 你肩膀上那颗脑袋不会思考吗 怪不得达尔文说你智商不低 情商地道负数 我当然是因为 什么 这世界是看脸的嘛 我选择你不奇怪吧 你比他年轻 比他帅气 且又不比他少 又很有名气 我嫁给你很有面子呀 当然 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毕竟咱俩好过 不谈爱情 我喜欢你试试试 虽然你不要我了 虽然明明是我跟你去相思山 看的流星雨 却听了米兰的话 想起是跟齐处里去的 但那些美好的时光 切实真是陪伴过我 这是米兰跟你说的 是啊 我对了 他给我滚书许假记忆 直到英志给我看了那天的报纸 我才知道他说都是假的 这样的人你为什么非要留在身边 你个白痴 明天我就把它开 葛莫迟 我做人做事但求怨心无愧 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 所以你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 不过我相信随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明白什么 我吃饭了 借着拍着呢 陪我演会儿戏 白可儿 你有可能重新爱上我吗 此话怎讲 你之前把对我的爱都丢了 有没有可能重新找回来 那要看你了 你给我多少爱 我去回报多少 好吧 不管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只要别把我当成齐树杰 怎么样都可以 陈莫迟 你肩膀上那根脑袋 真是被灌了降虎 我记忆只是有点错乱 那你之前跟齐树杰在一起四年 你对他还留有多少记忆呢 能不提他吗 良辰美景呢 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 好吧 良辰美景就好好陪你演戏 海洋大哥有句口头禅 人生如戏 出门靠演技 你得习惯这种人生 你学在好呢 是 我去做产检呢 哪儿 孩子 健康吗 健康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就好 牧迟啊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虽然这孩子不是你的 但名义上你是孩子的爹 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老婆怀的不是老公的孩子 却让老公给这个孩子起名 你想什么呢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 我随便说说 唐安 你这孩子是在去北京之前怀上的 所以 我也没什么话可说 但是有件事 我 必须得先告诉你 如果啊 我说如果 孩子生下来之后 你还想 继续跟我保持婚姻关系 想继续跟我生活的话 孩子必须得跟我的心 当然 当然 孩子当然跟你信 不过 为什么跟你信 原因很简单 孩子跟我叫爹跟我的信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比我收获的公司还过瘾 你知道我的从来不会吃亏 他让我当冤大头 他当然得付出代价了 他败给你了 鞋带开了 我多想找到你 亲红你的脸 我会张开我双手 我只要 抚摸你的背 请让我拥有你 请让我拥有你 失去的时间 在你流泪 这回你再满意了吗 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 想起来我的时候 你就可以翻翻包纸了 嗯 所以你要把我放得更紧一点 让它真的一样 你当在前面 你是先让我拿好紫色吗 我别再舍着 你身体超级的 浪费 谢谢啊 没事 妈 我上个月不高给你四千吗 这才几天就没了 你当我是替换机啊 我告诉你 我没钱了 我刚才找到工作 自己想办法啊 我告诉你 我给你 白可儿 凭什么你可以过得这么好啊 你赶紧让他给我滚蛋 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他给考儿挂出虚假记忆 明明是我跟考儿去的相思山 他非说是跟齐书里去的 越快越好 遣三飞你看着哪吧 最重要的是让他快点给我滚蛋 知道了吗 对了 你帮考儿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再把北京那个 我的那个营养师艾丽调过来 越快越好 吃饭了没 你来干吗 怎么说我们都是盟友嘛 你这种态度就不对了 什么盟友啊 乱七八糟的 别这样对你的邻居不好 我知道你为什么对耿末吃瞒着实情 是因为你怕他不要这个孩子 对不对 你宁愿让他误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真是让人感动 慕爱真为大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来穿穿门嘛 你至于这么紧张的 什么你怎么穿门的嘛 那我怎么穿门啊 我翻墙我敲门啊 我花了这么大价钱 在隔壁买了那么大房子住下 我不就是为了能够随随便便 能够看上你一眼穿穿门嘛 齐书里你要不要脸呢 我要的是你 我要脸干什么 哪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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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应该这样对我 我还帮你背着黑锅呢 我冤不冤 如果真的咱们俩是有一腿 我背个炸弹我都愿意 问题是我没有 我心里极度地不平衡 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就是想啊 你得允许我偶尔穿个门什么的 怎么说我都是你肚子里含着他爹 照顾你们娘俩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不用跟我气差 我不可 今天我把阿杰的骨灰葬回红江了 让他陪着我妈妈 这样多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你跟我说这个了吗 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去 她们都不在了 这世界上就算是你了 这世界上就算是你了 你不还有个妹妹吗 小陆不明 事死事活都不知道 一定还活着呢 活在一个你不知道的角落 平静着过着自己的日子 你这么想现在会有好设计 是啊 我也就是这么想吧 要不然的话我们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好了 门也穿完了 你可以走了 我正事还没说呢 什么正事 坐 坐下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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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躬下 坐下 坐下 吴农桑 分tit了 老师 葳墨迟 你们会把我逼到决目 对不对 好 既然你们不给我活路 那我就断了你们的后路 耿摩驰跟我说 他同意让你把孩子生下来 然后让孩子跟他姓 管他叫一声爸爸 有问题吗 他本来就是孩子的爸爸 问题就来了 我的孩子凭什么跟他姓 管他叫爸爸呢 孩子什么时候成你的啊 那行吧 那去吧 那你就跟他说实情吧 我凭什么要背这个黑锅呀 既然我要帮你背这个黑锅 那我就真的要把你的孩子 当做我的孩子了 所以你必须得答应我的条件 我才能够帮你保守你的秘密 一直到孩子出生 你到底想干吗 你到底想干吗 让你的孩子管我叫干爹 谁住嘞 Franc 拜托 老师好 你怎么在这儿 昨天事都忘了 昨天什么事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你那干爹干吗呀 睡就睡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什么呢 什么就睡了 你们男人呢都这德行 睡了就不认账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 你发微信让我过来 我就过来了 我什么时候喝多了 什么时候给你发微信了 那 自己看 日 made 认识 生人 爱情的门外 谁拝了谁拖开 欢笑和泪水在不断的重来 悲哀是好或是坏 保密的放肆的解开 让命运无法安排 你说爱你无关未来 我们等待始终慢下来 火花爱上大海 绽放后沉入塌坏 若能接受这个意外 就让痛等加痛快 赌上所有成白 如果可以这样爱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哪怕要为你化作尘埃 如此相爱 流泪也能笑得开怀 那枯杂还用来给伤口灌溉 你说爱你无关未来 我们等待始终慢下来 火花爱上大海 绽放后沉入塌坏 若能接受这个意外 就让痛更加痛快 就让痛更加痛快 赌上所有成白 如果可以这样爱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哪怕要为你化作尘埃 火花爱上大海 火花爱上大海 绽放后沉入塌坏 若能接受这个意外 就让痛更加痛快 赌上所有成白 如果可以这样爱 那些道理我都明白 我愿意陪着你化作尘埃